有些观众可能在西方国家 不一定能够买到寿面 寿陶那怎么办 你买生日蛋糕也是可以的 怎么样拜天宫才算是合天心 我们供养佛菩萨 供养天宫 我们在修的就是资粮道 人间我们需要什么资粮 衣食住行的资粮 供天宫要准备同样的也是 衣食住行的供品 有许多供天宫的观众 一定会准备这个天宫袍 还有通天官 以及他的靴子 龙的腰带等等 这一些就是衣的供品 我们都希望在人间能够穿得好 穿得暖 当你有这个能力去买更贵 更好品质的衣服 这个也是你的财富增加的象征 我明白有些观众可能能力有限 没有办法买到这么豪华的 在金纸店里面也有卖那种拜天宫的配套 比较简单 当然就没有这么立体的 那样子OK吗?OK 如果你相信天宫 你跟我一样想要感谢天恩 感谢他护持佛教 请佛注释 让我们佛教徒有机会听到 那么本师释迦摩尼佛 大转法轮 说佛法给我们听 当我有了这个能力 我自己会想要买更好的来供养天宫 第二个就是石 请记得千万不要供昏食 不要烧猪啊 烧鸭啊 叉烧 烧肉 上天有好生之德 他不会忍心看到我们为了要供养他的圣诞 而大开杀戒 很多东西跟民俗的文化参杂了在一起 导致大家已经不知道什么东西是正确的 什么东西是个人的民俗文化 只那一方面有分两样 圣诞的时候就会是供兽面 兽桃 恭贺他的圣诞 有些观众可能在西方国家 不一定能够买到兽面 兽桃那怎么办 你买生日蛋糕也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变通一下 天公玉皇大天尊也会愿意受供的 因为那个重点是你的心啦 那另外一个石就是那个水果 一定要是一个天地可以吃的那一种水果 有些人喜欢买一些比较普通一点点的水果 可是在这个正月初九 我鼓励大家可以特别的去挑这一些 真的就只有天公蛋可以买得到的水果 比方说 佛手 极强如意 哇 相应了 每次都跟你们讲 这些水果都是很符合天公身份应该吃的 我明白有些观众它的那个能力有限 供比较便宜的水果 天公会不会看不起我 又或者会不会嫌弃我 答案是不会的 这一切一切的功德其实是源自于你的心 佛手是有一种特别的意义 我的手指也是特别特别的长的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比较长情一点点 还有准备了另外一种水果 就是这个柿子 跟橙相比这样的一种水果呢 是比较尊贵的 除了那个价钱尊贵以外 它本身也是比较难买得到的 无论你准备怎么样的水果 大家都可以买这样的贴纸 就比较有喜庆春意洁庆的感觉 记得它是天地 它的身份是无比无比的尊贵 水果上面原本有的那个贴纸 记得把那个贴纸拿出来 洗干净了之后 自己再贴一个比较喜庆的贴纸上去 让你的供桌看起来 真的好像给一个天地来受供的那一种感觉 只要你有那个感觉在那边 我告诉你 你那一天去供养 那么天宫玉皇大天尊一定下降 去金子殿会看到这种各种不同的灾食 除了有一些甜点以外 它里面还有金木水果土的五行 这是道教用的一种祭拜的方式 求的就是平安 我们看八字就是要知道 我们哪一个五行不平衡 当我们供这金木水果土 五行灾食给天宫的时候 金木水果土的各种灾难 我们就不会遇到了 出入平安和家安康 有一些也会供那种比较大的黄梨 尤其是拜家中的土地公地基主 或者五番五土龙神唐方地主财神 一定要买够高够大 上面的那个叶子 一定要很茂密的那一种 我们也会准备甜点给天宫玉皇大天尊 比方说安库柜糕点等等 重点在于 一一定要丰富 二一定要新鲜 一定要处理干净 如果你能力可以选五种水果 第三个是树 我们会供天宫殿 我结婚了之后的第一个BTO 就请大夫师傅去我这个第一个家 看风水 师傅一进到去 说你觉得这个家的格局怎么样 我说师傅我觉得很好啊 很温馨的感觉 师傅就说这个家里面的格局 也是充满很多充客的 果真我跟我的先生 附在婚姻那个时候 差一点点 没有办法 白头偕老天尘利者 全部都在那个家里面发生 天天格局真的决定了一切 就好像我们生小孩一样 打个比方 如果这个小孩生出来是个病儿 一开始就会需要比较多照顾 会花比较多钱啊 比较多心思 可是如果这个孩子一生出来 就是很健康 相对的我们要花的心思 花的金钱会比较少 那个道理有点一样 因此在那一些年 我就特别买 我那个时候能力可以的天宫店 你看这个天宫店 大概从我的头到我的大腿这一部分 以前我可能只能够买这样的 比较小的天宫店 如果你的能力比较好 我就鼓励你赶赶的去买 你只要有付出 天宫一定不付你 我每一年供这个天宫店 我都跟天宫球 以前我的福分不好 我也不明白因果 所以一生人当中做错了很多事情 杀到阴望久 但现在我知道了 我愿意忏悔 我愿意改邪归正 我愿意互知佛法 祈愿以这个供天宫殿的功德 能够保佑我 让我将来住在一个好风水的家 利于我的修行 广传佛法 去利益更多的终生 而我现在住的家的风水 真的很不错 我就是搬进这个家之后 我的脸书 我的YouTube的关注和订阅呢 真的是步步高升 咻 你就一直生一直生 我们希望有这样的财富自由 工作上的选择自由 这些是要修来的 通过供天宫店跟天宫球 球了五年 因为五年后才可以搬嘛 现在给我住进一个 我觉得已经算是很好风水的家了 衣食住 行了 天宫他应该不用开跑车 他也不可能骑脚踏车 如果是行那一方面的供品 我们可以供什么 给天宫呢 就能够供一帆丰盛 因为他就好像一个船 可是他又好像一个元宝船 这样子的形状 就在这 许许多多这边写着 黄金万两 有很多小元宝 则成黄礼 如果不是星马这一代的观众 跟大家讲 黄礼在我们这边 咬来旺的那个意思 把这个金纸则成 咬来的样子 象征你焚化给天宫的时候 能够换来旺气 无气 还有贵气 贵气很重要 有没有看过一些人 他身上穿名牌 可是你怎么样看他 你都觉得他好像 不是在穿名牌 仿佛是名牌在穿他 这个一帆丰盛 我们就以 贡金纸 天宫金等等 来祈求我们的 一切所行的事业的发展 我们的人生方向等等 都能够一帆丰盛 如果买不到一帆丰盛 黄礼的金纸 比较容易买得到 都有写着招财金薄 意义也是一样 听音话 除了这两样 每一次都要买的 当然也是天宫金 折成一种元宝形状的时候 大家不要整袋 这样丢进去 你没有跟他拆散 他会冒出很多烟 就会造成你的供品 可能焚化的不够干净 就很浪费了对不对 一定要打开 就这样子一个一个的烧 他就折成好像元宝形 如果你有时间 你想要自己买了那个天宫金 自己折成元宝 也是OK的 因为这一切一切是你发心 我们把金子好好的烧完 用完那个金筒 让给后面在排队的人 这个也是善恋 记得天宫丹这一天 一定要多多的展现自己的善恋 给天宫玉皇大天尊看 我是李吉坚 我祝大家日吉祥夜吉祥 一日六十很吉祥 就让大家在善供给 那么天宫玉皇大天尊的时候 都能够欢欢喜喜 从今天以后 诸儿莫座 众善奉行 改俄千善 必得天宫玉皇大天尊的天心 赞赞赞赞